红泰连续局 今天是五岁了 劳动节 所谓的完工和延维 都选择 但是 现有老下这个 救抗年的少年鸡 在过年那边 但无人在的时候 他对虚拟真正有幸福 自己偷偷打几点去 直到南路主角 开始来重演 他心目的 红泰连续局 三号台湾先吧 一直在南产当中 99W昨天形成之后 一下子就没有了 而且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形成一个90W 这个90W在福利宾南方 也就是东京 127度 北约5度的地方 形成一个90W 形成之后 依然在这围绕 而且银续上 我们可以从银续上看到 他突然从海里面 爆了起来 但是 一直都没有动 尤其 这是一个新的角色 到底这个90W 会不会继续 发展起来 甚至成为一个 台风备胎呢 虽然 这边的海温有 27度左右 是不是足够力量 让这个90W 直渐升级起来呢 还要看 附近的环流 以及从 滑北下来的 冷空气 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90W的未来 到底90W 是不是会逐渐轴上起来 变成 台风备胎呢 我们一起来锁定 90W 到底会如何呢 请记住收看 主持人心开小 去看看主持人心 拖角西瓜 还有抖音的朋友 谢谢你们油管的朋友 也就是 YouTube的朋友们 欢迎订阅 分享 关注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拜拜